以经中的波挂告诉我们 自古无不朽之诛 有相传之过 衰败虽然不可避免 但却可以延缓 转移 那么当衰败之向逐渐显露时 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三国演义中 关于详汉不详曹的典故 又与波挂有着怎样的关联 不同的选择指向不同的人生 硕果不实又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智慧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硕果不实 有很多人还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波像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三十岁开始就一路波下去 其实最早播的是耳朵 耳朵几乎一出生不久就开始播了 就在警告人 你年纪越大 你是越听不进去人家的话 你要小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教小孩的时候 要从小教气 因为小孩他耳朵还没有那么硬 你看一到十来岁 他耳朵就不太听了 三十几岁你讲什么他都摇头 到了一岁岁你没有讲完他 就不是这样 这个老来固执 自己要小心 因为这些都是播的像 它是一层一层来的 不是一下子来的 就好像我们播香蕉一样 你香蕉拿了 那总是一丝一丝的播 总有个程序 有个过程 这过程从哪里开始 由下而上 所以我们先看下挂 然后再看上挂 初六 它是不单位的 六三 也是不单位的 只有六二 是单位的 但是在播的这个情况之下 单位跟不单位的这种想法 可能跟一般的正常的状态 是有点不同的 你看初六 波船与珠 珠就是你的脚 为什么用脚呢 你看那个波的像 是不是像一张船 上面唯一的羊羊就是船板 下面就是船脚 这个脚还蛮多的 它本来是很稳固的一个船 但是现在呢 现在初六已经开始不单位了 羽柔居刚位 就表示那个地方啊 已经开始松动了 是不是被虫住了呢 还是被水湿的 烂掉了呢 还是由水压 恶作机去把它破坏了呢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提醒我们 密 真凶 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注意 你要自救 你要想办法 如果有虫就把虫除掉 如果是烂掉的地方 你是不是把它锯掉 补一个新的 你稍微修理一下 这个船就很安稳了 就不会继续败坏下去 一个小孩子 他第一次在外面 拿着人家东西回来 你马上想到 波床已煮 他已经开始养成坏习惯 可是你不能一下子认定 他是偷人家东西 因为那个小孩子 根本没有偷的观念 他没有偷的观念 他说我喜欢 我就把他带回家来 这个时候你就要密 密就是什么 就是储拨 不受拨 这很重要 我已经感觉到开始拨了 但是我不接受 你继续拨下去 总可以吧 你就把小孩子来说 这东西是谁的 他说外面呢 外面总有人的吧 有人的 我们就不应该拿回家来 这是道理 没有关系 我陪你放回原处 就好了 你碰到波 你就不管它 让它一直拨下去 将来就少一长 那怎么办 见微就要支柱 看到小小的败坏 就要知道 这乱下去 坏下去 以后是不可收拾的 因为什么 因为真凶 真凶就是说 这个船 它本来的功能 是让人可以安心地睡觉的 现在这种正常的功能 已经快要被毁坏掉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 当一切很正常的时候 你都要不断地去调 因为它有那个曲线会变化的 这些小孩每次都很老实 偶尔他会讲出一些 不实在的话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那你要怎么 你要知道正常功能 受到挑战的时候 后面是会凶的 这叫做警觉性 这叫做防卫性 这叫做什么 位于筹谋 正所谓亡羊补牢 畏为耻眼 然而弥补过失 也要抓住问题的关键 从根就起 教育也是如此 所以说三岁看到老 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 一个孩子成长的质量 那么教育究竟包括几个方面呢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 又是什么呢 小象说得很清楚 波传以足 以灭下野 你要从上面烂起比较难 从下面烂起 大家觉得无所谓啊 那无关紧要啊 那又怎么样呢 它是最容易被毁灭的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句话 各位一定要放在脑海里面 风气自基础坏 世风自家教坏 你看社会风气 都是从基层开始 没有什么 反正我们也不是重要人物啊 我们做这些小事情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啊 我们小圈圈而已啊 然后它很快就传出去 尤其今天网络世界 那传得比什么都快 一下子不得了啦 那我们才知道说 哎呀 星星之火原来是可以聊原的 但是来不及的 下面那句话更重要 世风的败坏 是从家庭教育开始 我们一般讲到教育 都是想到学校 其实教育最起码有三大块 一个社会教育 一个学校教育 一个家庭教育 这个小孩的败坏 我们都把它推给老师 其实老师有什么责任 老师只是教那些知识而已 有用没有用 就是这样而已嘛 小孩的人格培养 小孩的道德修养 跟老师几乎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千万千万记住 要小孩人格健全 要他将来受到尊重 要他自己能够保住 他自己那种纯正的一些修养 家庭 家庭这一关再一松散下去 什么都不要谈 那就让他剥好了 其实孔子当初就感念说 礼乐崩 礼乐已经崩了 社会已经没有秩序了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从家教开始 我别人管不了 我小孩管好总可以 别人的话不听 他总会听我的话 这个就叫什么 以灭下野 基础松动老 你要赶快重根就起 这就叫做重根就起 一个房子 如果是木头的 你发现柱子下面有柱虫 赶快去处理 不要掉以轻心 那就好了 其实今天有很多桥 那个桥墩也开始已经松动了 什么时候有灾难 那在桥上的这个汽车 那是很危险很倒霉的 正好你开到哪里 它桥断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打官司也来不及 因为人已经不见了 已经灭掉 那就是密真凶 我再怎么样遵守交通规则 我定期保养我的汽车 可是桥断呢 啪一下就下去了 密真凶 所以贝亚以为说 守正一定不凶 守正也可能凶 因为你所处的大环境 它是不利以正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我只要守规矩就好了 其实不是这样 守规矩还要十度地应变 你看大环境是什么 大环境是 搏挂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你照平常那一套 你是行不通的 唐代史学家刘芝姐曾说 繁固之成书也 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制也 创于私事 足见古人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早有认识 然而当我们离开家庭的庇护 置身于瞬息万变 竞争激励的伤害 职场中时 又能否在不失立场的同时 做到独善其身呢 三国中的人物设计 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那我们再来看六二 六二它说 拨床一片 片就是膝盖的意思 那个床有床脚 上面它有一个地方 就相当于我们的膝盖 那就叫片 密真凶 一样的是密真凶 就说那个脚坏了 我来不及修 现在呢 连那个膝盖的部分 支撑的重要的部分 关键的部分 都也开始烂了 那怎么办 那你就知道 我这个时候 更没有办法 按照正常的方式来应对 更没有办法 就好像你的牙齿 刚开始有些酸痛 你就知道 拨挂出六窑出现了 那赶快去看医生 能甜就甜了 能怎么样就怎么样 能补一补啊 总是好一些吗 啊不理想 窑疼不是病 到了洞窑起来 整个窑齿洞窑 你怎么办 六二 你再刷密真凶 你吃饭再小心 密真凶 这时候正道 已经不管用了 管用还叫拨吗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既不能对正道 失掉信心 也不能说 我坚守正道 我就一定可以 避免危险 也不可以 那已经不是那种大环境了 一方面 你不要对正道 失去信心 一方面 你要告诉自己 我走正道 也没什么用 那一般人就认为 那不能走正道 那我就走邪道 我就投机取巧 那更惨 那就加速崩坏了 所以你看小巷 他怎么说的 拨传 乙瓶 未有欲也 未有欲也 就是他跟六五 他是不相应的 那不相应只有靠自己 靠自己又 怎么通 那拨向就来了 越来越加深 你看六二 他本来是单位 因为英君英卫 他在整个下挂里面 他是居中 可是现在 处在这个大环境 是拨之下 你就算单位 你就算居中 你也无人为力 所以有时候说 我这么好 怎么也会得这种病 我这么好 这么有良心 怎么又受这个罪 因为整个大环境 是剥挂 那谁叫你 生不逢死 偏偏这个时候 出来做人 还是要怪你自己 幸好 有个六三 六三 它是不单位的 可是呢 它跟上九 是有印的 所以这个印 也是很重要 你看六三 它是阴瑶 上九是阳瑶 这一阴一阳 它相对应 你会发现 一群小人当中 总有少数几个人 觉得说 哎呀 这个君子在哪里 他的风放 实在是不简单 我们何必 把他逼得 无路可走 你看一群 到处去偷 人家东西的人 偶尾也会 一两个 看到 哎呀 这个人 家里已经那么穷了 我们还偷他 这一点 算了 不要了 现在在一群 想要剥削 你的人当中 就出现了六三 他非常同情 上九 他觉得呢 我们不应该 再剥下去 我们应该 适可而止 这样我们才看得懂 为什么六三 他剥至无咎呢 你怎么剥 都没有后遗症 就是因为 昆夏三个阴 只有六三 他是不跟那些 小人同流合污的 那就无咎了 你看 笼子里面有两只鸡 刚开始是很平静的 然后你很快会发现 一只鸡去多那个鸡 多 那一只鸡跑到哪里 多到哪里 跑到哪里 就剥的开始 那你怎么办 你就把那一只 专门多人家的鸡 把它抓出来 关到另外笼子去 再换一只过来 两只鸡又安定不久 又开始有一只鸡 多 可是你弄了几只鸡 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里面有一只鸡 他也不多人家 他也不被人家多 他就在那里 多多散散 那就是六三 六三就说 处在拨的状况之下 我还自由自在的 反正我又不拨人家 我又不拨人家拨 他就处拨 不受拨 他非常有办法 你看金融红报 大家都垮了 你有少数都没有垮 有啊 每次去买什么东西 后来 有人买到假的 买到不良品 他也不受罪 永远有这样子 小巷怎么说的 脖子无咎 师上下也 你看他的上是什么 上就是六四 跟他是同党 下是什么 下就是六二 上下都跟他同党 都是阴的吧 但是他失 失就是失掉资源 上面也不资源我 我也不资源他 下面也不资源我 我也不资源他 我呢 虽然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你回想 刘备当年 得到一个徐述 徐元职 对他很大的帮忙 后来呢 被曹操骗回去 骗回去以后 徐述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在曹操底下工作 不然他死路一条 妈妈都死了 他再死 那更糟糕 可是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说我只要一天在曹营 我就不陷一计 我就不跟你出任何计谋 他就是六三 所以后来你看 整个的赤壁大战 徐述没有受害 他躲掉了 其他人就死光光了 一个人千万守正道 但是不要认为 我守正道我就不会死 我守正道我就不会受罪 不要这种想法了 老天给你不同的考验 就是来问你 你是不是真正的守正道 吃一点苦你就不守正道了 冒一点钱你就不守正道了 赏识一点金钱你就不守正道 那你算什么守正道 所以六三很值得我们去想 你看 关公 降汉不降朝 他也是六三 一般那个投降的人呢 都是背叛组织的 都是一心意 到投奔的人去卖力的 关公没有 我是投降 可是我心还是在流背 而且我明说 他跟朝朝那些人是在一起 没有错 但是他跟他们划分界限 你们是朝朝人 我不是 我是战士在这里 有一天我知道 我大哥在哪里 再见 走了 这个六三 因为他跟上下 他都有个距离 他不会说 我正在一起 我的心就逃给你 完全跟你一样 没有 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典故 出自三国演义中的 《土山三约》 众计被俘的关羽投身曹颖 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因此与曹操定立了三条约定 不但保住了自己和刘备夫人的性命 最终也守住了与刘备之间的情谊 可见在面对困境时 顺而止之也不是为一个好的应对之策 那么波挂中的六四窑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各位 如果你住在一个山上 平常还蛮不错的 突然间 你是留下来的 把你的屋子也冲掉了 把桥也冲断了 对外的交通整个冲断了 你怎么办 你让他就不活了吗 你还要想办法 那怎么想办法呢 那你就看上挂怎么做的吧 六四窑 拨传已夫凶 就是说拨已经拨到你的眼前 让你有切腹之痛 你想跑也跑不掉 那怎么办 那你就认了嘛 反正凶就凶嘛 告诉我再想办法 小巷说 拨传已夫 切尽灾也 你很伤心 你也没有办法 你很害怕 你也很无奈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灾害 已经是非常贴切的 靠近你的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想逃也来不及的 我请问各位 这是什么道理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可以想到 就是平常太懒散 才会造成这个切腹之灾 这就是孔子告诉我们的 任何灾难 任何危险 任何的凶货 你马上要返求助击 我为什么搞到这地步 就是因为你平常 你根本就不去关心这些事情 初六出问题 你也认为还找得很 离我那么远 村里面有人发现泥湿流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这里还安全得很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条船断了 我不走 我走另外一条桥 没想到另外一条桥 也断了 这样才会造成你的窘境 无路可走 所以有一句话 我们读完六四遥 千万千万记住 懒散二字 立胜之贼也 凡是你不能安身立命 你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太懒散了 事不关己 什么事都无所谓 等到发生切肤之灾的时候 你敷天抢地 老天不会理你 因为切尽灾也 不管你守正不守正 你都是凶的 你看泥湿流下来 全家人都道歉 你说我们家只有我最守良心 为什么我会道歉 富潮之下没有玩路 整个潮都被覆掉了 都掉下来了 里面哪个弹子不破的 都是破的 事不关己 高高挂己 这是一般人 遇到麻烦事时的普遍态度 然而《易经》中的拨挂 却提醒我们 逃避不但不能让你远离麻烦 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祸端 那么一旦灾祸破灾美景 我们又该如何扭转局面呢 拨挂中唯一的羊咬 上九究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其咬词中又暗藏了怎样的玄机呢 六又一个转机 你看六的咬词很有意思 关于以工人宠无不利 你看变成无不利的 整个的拨挂里面 它是无不利的 它怎么可能无不利呢 就是它已经感觉到 事态太严重了 如果连我也拨的话 那整个就败坏 都没有一点支撑点 所以它就怎么样呢 因为它是五个阴的最上一摇 你看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整个都是阴的 它拧头 它就跟他讲 我们是同党 我们大家都是阴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像冠鱼一样的 我们把它串起来 就好像以前啊 这个工人啊 一连串的把队列好 然后去复视 这个皇上一样的态度 所以他就告诉他们 你再把上酒干掉 对我们也是不好的 你不如把它虚位的摆在哪里 做一个精神象征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做我们的 当然他心里是想 我们再来调整 但是他也不必讲那么清楚吧 我还是跟大家一样 可是留了他 对我们有好处 因为他最起码是个战眼法 大家今天蛮有道理的 那就跟了他 就好像鱼罐一样的排陈列 共同来帮助这个上酒 因为因去呈那个羊 在义精里面多半是好的 现在我五个阴来乘一个羊 那当然这个局面会整个稳定下来 义工人宠 终无优也 意思就是说 你就要及时了解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应变 你只要应变得合理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怨有 不会 你后果就是无不利的 果然上酒就保住了 叫做什么 叫做硕果不实 君子得宜 小人不如 义精像这种谣词不太多 他就告诉你 如果你沾谱的话 你沾到这个谣 那你真是上脑间 为什么 如果你过得去 就表示你是君子 如果你过不去 就表示你是小人 就好像我们现在 天旱不下雨 请问谁敢去求雨 没有人敢去求雨 以前皇帝是没有办法 久旱不雨 我身为皇帝 那只好冒险去求雨 因为你求雨而得雨 就表示你的品德是良好的 如果你求了半天还没有雨 那你就是小人 所以如果扑瓜扑到这种谣词 那你真是上脑间 因为那是一翻面都演 硕果不实就是说 我们懂得珍惜 那个优良的种子 不要说一下子把它毁发关了 再怎么样千辛万苦 把它保留住 我想人类已经面临这样了 当然西方的传说 是由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就是硕果尽存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不会把人类通通毁灭掉 他不会 他总要留一些好的种子 然后那些毁灭了以后 他们又重新又来 这个就叫什么 硕果不实 下面很明显的 君子得愚 君子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有车子可以坐 然后你可以安度这个危机 你最后留下人类的一些失望 那如果你是小人的话 小人不如 就好像家里头烂到只剩下一个屋顶 勃勃的 最后连屋顶都垮了 那也是必然 小巷说得好 君子得愚 民所在也 君子会有车子坐 所以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拥戴你 正道依稀暂存 就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小人薄如 终不可用也 这叫天理 你小人 就是什么 就是连那个最后的果仁 你都要把它吃掉 那就什么都没有 那一个人你在恶的时候 你如果看那个果仁 你还会想把它保留 你显然是坚守正道 那我就请问你 你凭什么把它保留 就四个字而已 天理良心 你只是凭那么一点点天理良心 你怎么保留了 我恶死无所谓 保留 让后面的人有个希望 不要连希望都没有 所以 波及而复 那个儿就是能够的意思 波及了 它能够复 就是凭那么一点点的 天理良心 所以我们下次开始讲复瓜 我们就要讲天理良心 谢谢大家